另外一个听众朋友们给我们用语音的方法留言 可不可以请你快速的帮我们回答一下 这是他的这个留言问题请听 OK 您好我是想请教一下专家跟你们 看怎么就是父母亲要帮小孩买房子 以小孩的名字买房子 但是父母亲要帮助他们给他们一些钱去买 所以在这个报税跟遗产税方面 要注意一些什么问题 好谢谢 关于这个郑宇税跟遗产税的部分 可不可以杨光明快日式帮我们再科普一下 是是OK好这个问题问你 首先我们要先确定身份 父母亲倒是有没有美国利卡公平身份 外国人又不一样 你看这个所以我现在不确定 因为很多我们客户有时候是外国人 但不要紧我们就当做春节礼物一起送给本国人 好请送谢谢 OK先讲本国人 因为我猜本国人机率比较高 本国人就是本国人还有份 但是我先讲本国人你有利益卡 还有就是US Passport都算美国人 但是有一个很特别叫美国税务机名 主持人也听过美国税务机名 OK就是他们还视为准美国人 但是实际上你没有利益卡 他是说你在美国过去三年加减先就超过183天的规定 是是那视为你是准美国人OK 那么你这个也适用OK 那那个利益卡的规定就是今年一天算一天 然后前一年是一天换算成三分之一个馒头 OK 这样当必要 那再更早一点就是一天换算成六分之一馒头OK OK 把这三一加看美白八三 我举一个例子 如果是用120天假如说有些脸像他拿L1在美国 他想说我又不想报美国税 那我们就给他一个锦囊妙机说 那你在美国每年不要超过120天 因为很好算的差不多四个月嘛 对不对 那120天怎么算呢 比如说现在其实2022了嘛 对不对 OK 2022你大概120天就算120天 对不对 那接着往前推 前一年就是2021 对不对 对 那就换算成三分之一的馒头 好120的三分之一多少 40嘛 对不对 是是是 OK 好 好 所以今年是120加千年度40的 不快160吗 对不对 然后再往前再推还有一年嘛 他看过去三年 假如你这个2020年你也代表120天 124天 他乘以六分之一 那就算20天嘛 对不对 洋快 其实你的锦囊妙计太细太复杂太厉害了 对对对对 我又讲到 对对对对 如果是这样加起来 跟他如果是税务具名 然后他又是美国公民 那他是要缴税的人 这样子的爸爸妈妈送给小孩的话 那他这样子赠予税跟这个遗产税怎么计算呢 他是一年是一万五还是一万六是不是 他是这样 他这个 好我们先讲这样 因为如果你是都符合这个要求的话 基本上他是说 您是美国的税务器名 他就说 你的每一年都有享受一个 庆元度是一万五的一个免税额 但是今年已经拉高一万六 这好消息 那么任何超过的部分就牵涉到 赠予税的issue 那只要找会计 就要帮他报个赠予税税表 那赠予税表也不一定会打到税 为什么 因为他现在给每一个人 一千 差不多一千多万的遗产免税 是是 能走的时候叫遗产 对不对 等他们走之前 你先给他叫赠送 那你就是从一千万的免税额扣掉 比如说现在父母亲要帮小孩买 给他个三十万好了 三十万对 那三十万就从一千万里面扣掉 那就说 然后再扣掉 刚才不是讲一万六吗 对不对 是 OK 那这个三十万块一万六 然后多少 差不多两万 差不多两万八 是 这样 OK 二十八万 二十八万 然后从一千万再扣 因此你的一产免税就剩下700多万 所以就预先用了 从那一千一百多万里面 先预先用了这个 现在的这个三十万扣掉 这个一万六 好的 那这个是因为美国税务居民的部分 如果他是外国人的话 那他要克的税可就比较多 外国人就不一样 但外国人有破解的方法 如果外国人他是在美国这边 比如一个银行账户 直接送给孩子的话 前面一万六也是免税务居民 超过一部分 外国人就马上要打 百分之四十的外国人剩一岁 哇 不是开玩笑 好的好的 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时间 真的是不够 可以破解的方法非常多 这到时候再跟我们杨光明会计师 好好约谈一下 我们可以这个请你来上我们长一点的节目 或者是我们可以 请你再多多来我们的三宝对面做解说 谢谢你保障会计师 谢谢你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